四千三百米 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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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应该是必经之地 由于这几年 重庆的飞速发展 从三城升级为现代化大都市 被代曼的万州 反而继承了三城的特色 这里路更窄 坡度更陡 餐馆更小 环境更湿景 这里才是我们想象中的 重庆 既然是重庆 哪能没有美食 在离酒店不远的小巷中 我们误打误撞 找到了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串串店 第三天傍晚 我们到达渡江燕 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只能在酒店停车场 用无人机去景区转转 渡江燕始建于秦昭王末年 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 是蜀郡太守李斌父子 在前人敖林开凿的基础上 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由宝坪口 飞沙燕 鱼嘴等部分组成 2000多年来 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鱼嘴分水 飞沙燕 沉浸泥沙 宝坪口引水入成都平原 千百年前的设计 沿用至今 造就了成都平原的富饶 感叹于水利工程的壮阔与伟大 宇秋宇先生高度评价独江燕 认为长城只是战争的需要 而杜江燕却实实在在地 造福了一方人民 无论如何 能够使用千年的水利工程 肯定算是个世界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色渐晚 听听闽江的水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杜江燕的夜景加上水景 美得像室外仙境一样 雷哥今晚要带我们去品尝一下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炭火鱼 店铺位于江边 没来过还真不太好找 园林风格加上蒙古包 大红灯笼高高挂 坐在河边听着流水声 环境相当舒适 进来呀 中间是乌鱼汤锅 外面是一圈铁板 这里的刀工简直绝了 乌鱼片在汤锅里算5秒左右 口感鲜嫩 入口即化 朋友围坐 谈笑宜然 行程的第三天 我们来到了卧龙自然保护区 它是国家级第三大自然保护区 自然条件最复杂 珍惜动植物最多的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70万公顷 主要保护西南高山林区自然生态系统 即大熊猫 云豹 猕猴等珍贵野生动物 当然 保护区我们是不能进的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卧龙中华大熊猫 神树坪基地 海拔1700米 该基地占地150公顷 2008汶川特大地震中 卧龙基地深受重创 32套大熊猫眷射严重被毁 正后重建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起了对口资助援建的任务 目前 新基地有大熊猫眷射59套 可容纳60至80只大熊猫 基地的建立 不仅为全球圈养大熊猫总群提供了舒适的栖息环境 同时也为公众带来了极佳的观赏体验 今天的目的地是四股亮灯的栖息环境 上山脚下的日龙镇 经过几次卧龙 都没机会看看路边上这座庙 三圣庙 并非供奉这三圣 而是庙中得到身仙的活佛 家中排行老三 中 deviation 五圆远 sin自然的活佛 これ就会有问题 大熊猫 二四五八千 串 中 STE 左边 三八千 三八千 二七十四五千 二七十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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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千 二十四千 二三十十五千 二十五千 二十四千 二七十五千 五千 怎么样 好好喝 来 我拍一下里面 很清澈的 非常清澈 和家里的水不一样 这是发浪山的美食 现在妈妈烤了 妈妈就 这样 烫了 妈咀你 妈咀你也不烫 这个烫 妈咀你也不烫 睡哪儿啊 哎呦 这次大家状态很好 比起这个我更喜欢吃土豆 让你烤土豆 烤土豆 他要吃姐姐的你看 姐姐给他吹转嘛 反正也不像 他人对羊的 好吃的还有 烫啊 不烫不烫不烫 烫姐姐吹转 这地方缝这么冷 怎么可能烫呢 烫啊 烫 有 有 好不好吃 想吃肉 好吧 准备好食指尖 我要吃个 我要吃 我吃个土豆 这个是怎么吃 有巴朗山上都吃起来了 妈这个状态很好嘛 是红锦天吃的嘛 那是被烙绿望啊 这已经三千二了 三千二 小金也就三千二 啊那个日龙也就三千二 盘山不久 发现巴朗山大雾 上次无人机撞电线 最机的一幕 还记忆犹新 这次能见度更差 还是不要飞了 还把海拔四千米了 前方大雾 求了撞撞 哇 他们都睡觉了 熊猫王国之巅 继续翻阅巴朗山 现在雪养七十三 破纪录了 他们都在睡觉 静静 哎呀 真好 真好 这边是四千四百八十米的巴朗山亚口 这标语已经废弃了 因为大雾 五人机也没法飞 现在我的血量是八十四 九十 这次没反应 这次没反应 很好 现在四千四百八十米 强来就好 来 跳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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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急速把你送你下车了 哈哈哈哈 我想起来 我这件衣服 是哪一年呢 底班 零几年 大年 冬天 死了一会儿 好 我忽然我这种预感了 你们也就倒个日龙 就可以回去了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爬来没问题吧 可以 很好 超囧的 嗯 八幡三双 啊 做了一个小大力 啊 好 要不要试 啊 啊 四 嗯 呀 嗯 啊 以独算地,都是青年,都是青年 67的血氧 67,我只是低血压一点 霸朗山的血水 500块钱一杯 要吗?便宜点,太贵了 499 拿两杯过来 刚来我们翻阅的是巴朗山 4480米,现在我们正在下崖口 今天大雾天,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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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eling 傍晚到达四谷亮山脚下日龙镇 这次我们住的是雷歌枣的旅馆 旅馆非常不错 价格不贵 房间有网络地暖 温馨舒适 旅馆的一楼是餐厅 我们住的三楼 还有一间非常惬意的休息室 我马上去这边吧 把帐篷拿来去这边 还在房间 哎呦 还露天的 然后还配了那个小米的接线板 固定在桌子上面 然后外面就是日龙的凤琴街 爽也不错 对的 松阳超级 我今天在路上去看到这个 这差不多了 对的松阳机创吧 这是什么 这个叫十格菜 十格菜 然后这边是菌 哪一口 菌菇 菌菇那个 这个在哪一口 好 看一下表情 快乐 松阳快乐 哎呀 我都忘了 哎呀 松阳快乐 哎呀 松阳快乐 我忘了 我前面一直在想 干杯 松阳快乐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我打了一口 吃了 吃了 好热热 芳姐宝贝一人呗 五厨都想睡 太厉害了 真厉害 笑一笑 笑一笑 走 走 容易高海的同志 都黑一點 出發前往海之溝 哈囉 四伯 真厉害 真厉害 我背後這個地方就是天生死地撞的地方 出發哪裡啊 四伯母 好 好 哈囉 珍珍 好 我帶你看去 我還以為你讓我們坐馬上去 坐馬上去 上面還要買票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們到大海澤 你們到大海澤 對 今天早 去二宮的 你們去二宮 不 我問那個什麼問題 我們經不經過中間那個吃飯那個時候 不要 要經過是吧 那就是那個寶寶在嗎 就是打肩包 對對對 那就是 打肩包然後它就是 因為我們沒帶吃的 所以我們要坐 要 我們 它就是那裡 那裡 就是個終點在 然後就是 就分散了對吧 就分散了 大風和二宮的 今天還是主要點走 今天 前往海子溝景區的大海子 往返32公里 由於我們帶著撞撞 而且大家都在適應高海拔 所以我們選擇騎馬前往 然而讓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足足等了40分鐘才出發 不是因為騎馬的人太多排隊 而是因為景區管理的混亂 我們11個人前往海子溝 有4個馬夫 每個人有3、4匹馬 然後就開始了長達40分鐘的 11除4計算 無能的景區售票處說 必須讓馬夫討論好了 才會賣票給我們 作為一個國家級景區 這個問題以前肯定經常發生 但到今天都不解決 實在讓人感到錯愕 你好厲害 客人多的時候就開始吵 他們沒有規矩的 沒有客人的時候不吵 走 四谷亮山主要分三塊景區 雙橋溝、藏坪溝、海子溝 雙橋溝是開發的最好的 景區內各個景點 由觀光車接駁 省去了很多體力 適合老人和孩子 冬天也是登山愛好者 練習攀兵的聖地 藏坪溝景區 大部分路段只能騎馬或步行 這裡是戶外愛好者的天堂 是攀登三峰、四峰必經之處 同樣也是攀岩、攀兵的理想場所 海子溝景區 算是幾乎沒有開發 景區內只能步行或者騎馬 攀登大峰和二峰 均會路過這裡 今天幾乎全天要在馬背上度過 對於我們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 我們騎的是西南馬 他們性情溫順而敏捷 散魚爬山是和三地驼運 為高海拔地區重要的運輸工具 但體型較小 在崎嶇的高原山路行走 我們的體重對馬兒算是不小的負擔 所以馬夫拒絕了我抱孩子騎行 全程只能由體重較輕的老婆抱著 好吧 去親一下馬屁股 馬的屁股 跳不大 我們都兩個 沒關係 今天太陽好大 你要恢復死吧 你要跟著它擺 知不知道 一個是我 第二個是苗苗 第三個是媽媽的轉轉 這要看視頻 起碼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哈哈 哈哈 你看我老四人買 小三人你啥嗎 你幾個槌子 採訪一下 這是誰啊 這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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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轉站還是這個 打電的 打電吃飯 哦哦哦哦哦哦 要走 很粗 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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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 海子溝都會組織越野跑活動 從入口到西牛海來回40公里 平均海拔3900米 海拔累積上升1600米 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關注一下 高海拔越野跑 絕對能展現你不凡的意志力 經過四個小時的騎行 我們終於抵達了大海子 大海子 藏羽叫挫前 這裡海拔3844米 是四谷亮山景區最大的高山湖泊 據科學考證 這個湖泊是第四季冰川消退之後形成的 湖中主要生活著高山裸鱗魚 另外這裡也是赤麻鴨 小白鹿等候了的遷徙地 夏天這裡水草豐盛 清脆雨滴 相傳挫前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她與二姑娘同時愛上了一個趕麻的小伙子 但是這個趕麻人早就喜歡上了二姑娘 並與二姑娘定了親 挫前一氣之下 將自己的真情倒入了海子裡 變成了盈盈的一池青水 在這裡近握千年 所以大海子十分小氣 千萬別大聲吼叫 若將它激露 它將化身為冰堡襲擊你 讓你無處藏身 當地人在乾旱的季節 常來這裡求雨 作為藏民的聖湖 我們克制了高海拔東勇的衝動 大海子不遠處就是花海子 花海子章魚叫希爾昌梅朵 春夏花開草帽時 如一盤翠玉灑落在花草間 通過陽光的照射 顯得五彩繽紛 流光溢彩 馬吃飯 你看馬怎麼吃的 你不要將他屁股後面 看過了大海子 我們重新騎馬返程 真不建議騎馬來 在馬背上待八小時 大部分時間會無比痛苦 後面的路我幾乎坐在 毛毯錯位的鐵馬鞍上 真想下來走 其實 今天老婆抱撞撞是最辛苦的 全程不僅要注意安全 還要讓撞撞做得舒服 最後 基本只能靠毅力了 我建議大家以後背上裝備 全程走過來 在大海子露營 夜裡欣賞滿天的繁星 反而更加愜意 我們要不要跑一趟 我們要不要跑一趟 這樣說跑 然後我就走 前面是第一梯隊的 我是第二梯隊的 後面是第三梯隊的 在哪裡呀 我在四孤亮山 你說 四孤亮山 四孤亮山 對 四孤亮山 沒有空 我覺得我喜歡吃飯 那就是 不髒 那這個一定要 你還高 你還好氣勢 而且崩我一臉 早飯後 告別了風趣幽默的酒店老闆 告別了日龍 開始進入四川藏區 比較典型的嘉隆藏區 它的建築非常有當地的特色 你看它的二樓小停臺 四個腳